Layu聊四季 天天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 勢必是黑森林團戰喔 今天的團戰稍微有點特別 是八位玩家全部都選擇了馬國文明喔 OK 黑森林選擇了八家馬國 這個打法玩起來應該會相當有趣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開場的玩家有這個Wiper 我們的世界冠軍Wiper 那大家選擇的文明都是相當特別 那麼按照慣例喔 黑森林我們就先不做介紹 先直接進入狀況 先來看一下喔 現在誰村民在找 灰色 灰色是不是在搞事啊 來看一下搞事有沒有 欸 有 這邊應該是有斷村喔 然後去打架 前期的打架 大家是還是做的比較勤的 黑森林就是要打架 不然要幹嘛 是不是 這個紫色下面圍起來不滿意 想想還是往後圍好了 直接圍到人家的門口 好 外家的門口 那這邊灰色再過來一次 想要再圍一下東西 那現在村民數最少 只有十隻村民喔 而且死了三隻村民 這看起來前期是有點糟糕的 好 那我們現在是用 官方內建的這個播放器喔 再看這個回放 所以大家應該會不太習慣 好 那等到那個 死野模擬器喔 修好之後 我們再回去使用 OK 那白鵬 這邊是直接拉了三頭犀牛 哇 這三頭犀牛 非常的豐厚 好 四三十喔 一千兩百肉 扣掉這個臭掉的肉 大概還有一千一喔 大概一千一左右的肉可以吃喔 還不錯 還不錯 這個吃好吃滿 在黑森林喔 能拉一次拉三隻野豬回來 是相當賺的事情 好 那這邊有野一隻犀牛回頭 然後這邊下有一個仇恨 那這邊犀牛就會離 就會在這個城堂中心旁邊喔 不會動 這樣臭掉的肉就會比較少 好 那這邊是頂尖玩家們喔 都會做的一件事情 但白鵬這邊拉野豬回來吃 這就代表他在前期的打架 會更猛一點喔 但通常這個拉野豬這件事情 都是外加在做的 原來外加 喔 內加啦 都是內加在做的 原來內加會比較需要農 開農 但外加來做的話 就代表經濟很好 但又要打仗 那可能肉馬可以多出一點喔 感覺是不錯的 好 哪裡這邊是很早就下了軍營 感覺是想要來打棒棒開 但是封建時代點下去 也沒有去按棒棒 右邊看一下這裡沒有按棒棒 好 青色這邊是把家裡加圍好之後 有看到池塘 馬上就來捕魚了 好 那這邊池塘 放這個碼頭感覺沒有放得很正 那也沒有辦法 這個要放一整方這個位置 或是放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能還是有點遠 不然怎麼說 這個有捕魚就是好事 好 這邊也一樣來拉兩坨犀牛回家 但感覺不是那麼的熟練 稍微卡一下 好 喔 這邊彩剛說完不是那麼熟練 馬上就用著這個木牆地機 去秀了一波操作 OK 看來這裡的玩家們 實力也是相當 相當不錯的 不錯 玩得不錯 下次別玩了 下次別拉住了 看來不是人人都能像viper一樣 拉得那麼濕滑的 好 那這邊看到了 結果是viper 這邊是打出了棒棒開 那保加利亞人的棒棒會自動升級 直接變成五隻裝甲 哇 這個好難受啊 好 這邊直接開敲木牆 讓這隻聰明沒有辦法穩定的 把木牆給敲起來 這個射箭場直接取消 重新蓋一個 哇 這個射箭場 剛剛是來到了快到80%吧 這個取消拿回來的木頭資源 也沒剩多少 感覺不應該取消 那我直接下一個就好 然後讓viper去打這個射箭場 拖一下裝甲布的時間 多拖幾秒 四幾秒 好 接下來要來看一下 兩邊的作戰策略 viper現在的打法是比較激進一點的 黑森林 五隻裝甲 壓制瑪莉 這個想法相當不錯 好 射箭場這裡要趕快按 按小弓出來 好 這邊看一下大家的村民樹 OK 最少村民的樹人是紅色 紅色的村民樹 只有21隻村民了 唉唷 這裡有人搞事 喬治亞直接一個鬼祟 進來了 蓋了馬就 待會可能沒有偵查到 會死傷有點嚴重喔 好 我們繼續看viper viper這邊塔工繼續插 瑪莉也馬上不離根劍塔 適時也要守住這個主金 好 那 紅色這邊拉珠失敗 還戳明樹死傷的有點多 那 有人會說 緬甸也算是馬國嗎 那緬甸來說的話 他不算是騎馬國 但是他的騎兵科技是滿的 這個大象啊 也是最硬的大象國 而且也有大陸馬 整體來說算是半個馬國 但是他走馬的路線也是稍微比較強 所以我也把他認定是為馬國 那這邊波蘭 庫曼 伯恩帝 喬治亞 馬力 斯拉夫 基本上都有大陸馬 或是一些騎兵加成的文明 所以實際上看起來還算是不錯的 大家都是馬國 不用分這麼細 好 那這邊看起來 庫曼實際要來趕快 趕快去下這個 直程策略嗎 可以兵工廠加馬舊 直程 沒有上了封建時代雙TC開農 打的就是一個文 好 這邊肉馬已經來了 喬治亞的肉馬 已經蓄勢待發 喬治亞想要溜進去 當然沒有辦法溜 好 上方這裡 禁塔蓋起來了 這邊再繼續射一下 把這些村民射一射 好 現在橘色這裡看起來不太好受 瑪麗人 這裡要趕快繼續把肉吃完 然後待會去伐木嗎 這裡的池塘有嗎 看一下 喔呦 池塘在後面 內夾吃魚 這裡瑪麗待會要找個機會幫忙圍一下家裡 把這裡圍起來 然後讓viper繼續往後面干擾 好 把viper的裝甲步兵解決掉了之後 問題就不大了 好 這裡要趕快先射弓箭手 弓箭手先射掉 射掉一隻 第二隻 第二隻有機會 想要組到前方 但是這裡都已經圍好 這根箭塔收掉了非常多的弓兵 這個箭塔已經不虧了 收了大概快要三百斤的小弓 這個裝甲步兵還在繞 最後還上前尻了一下 哇 viper的裝甲步兵 跟我的裝甲步兵真的是不太一樣 怎麼這麼能秀 弓兵終於要射掉了 好 這裡死前再換一隻裝甲 再換一隻村民 還不錯 好 破關第一 這裡也補了一個工程七次招數 看一下後方 哎呀 這個巢子呀 直接鬼碎進來蓋一個馬舟 現在兩家那一家都被迫去保護自己 趕快蓋一些這個房子 然後破爛這裡就不能好好種田囉 哇 很尷尬 這裡要趕快把這裡圍起來 或是趕快發現到這裡有東西 把他圍起來就好了 好 那這邊 親切說這裡有赤猴 SC 世紀帝國的SC的意思 就是赤猴 赤猴的意思 MIPER這邊有看到 第一時間用村民去反擊回去 然後右邊用木牆給蓋了起來 左邊的果子去村民有點四處逃串 這裡直接上大石牆 因為這裡劍塔爆了 這邊收村把村民收回來 趕快進行打一個防守戰 MIPER的村民被打到生活無法治理 好 當然這邊庫曼很義氣的 按了幾隻肉碼過來幫忙 幫自己的紅色隊友收拾這些爛攤子 這真的是一個超級爛攤子 什麼紅色會讓對方的村民過來蓋馬廚呢 一被過來蓋馬廚就沒完沒了 那吵架這邊也是可以正常開農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 MIPER想要圍 圍起來嗎 再圍 哎呦 圍起來了 後面這裡再圍 哎呀 直接變成鬥技場 脫迷趕快 槍兵過來 補槍 OK 終於解掉這一坨刺頭 對手可能是忘記了 黃色這個玩家 這是MIPER 他可能以為黃色只是一般玩家 還在為黃色玩家真的是MIPER OK 這邊刺頭解決掉之後 瞧這樣 這邊還是按了一些槍兵 繼續如小 雖然這個槍兵偷不死村民 但至少可以干擾你採集資源 這樣我就賺了 你走越遠我就越賺 哎呦 這邊終於看到了嗎 原來你的馬就在這 趕快去蓋這個大石牆 把這裡全部團團圍住 這樣你就可以讓對方騎士 沒有辦法正常出來了 好 趕快圍 趕快圍 這裡也要趕快圍起來 好 繼續圍 繼續圍 好 塑掉這隻村民 有一隻駱駝過來 稍微防守一下 好 那接下來這邊的病就出不來了 把騎士出來 哇 怎麼辦 這裡只有十強等著 好 塑掉駱駝 好 看起來 喬治亞的鬼祟失敗了 那這邊他就趕快專門3TC了 不能再搞事了 4TC 直接開農起來 好 在VIPER這邊 直接上大石牆 防守戰時沒有問題 波恩第一 拖置了修道院跟 工程七製造所 VIPER這邊是斬出了肉 繼續前期騷擾 這邊壓制打得非常OK 這裡要不要補個城門呢 方便進出 好 VIPER這邊被稍微打了一下 這裡現在還在封建時代 這裡要趕快多補一些村民 按著這些肉碼 做一些事情 看一下瑪莉這裡 瑪莉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升級還是蠻快的 前期秘密跟VIPER打了一輪 居然這邊升級還算是挺快的 好 右邊這裡 暫時沒有任何的動靜 這個爛毯子終於收拾好了 哇 你還補一根劍塔 這個有點虧 有拉石頭嗎 那應該是還好小虧 至少3TC有開出來 補個劍塔好像沒有到那麼傷 好 這邊要直接過來搞事嗎 要不要先補城門呢 VIPER 這裡直接補10強 不想讓VIPER繼續進來 這邊肉碼直接反擊回去 槍兵繼續戳 臭兵趕快跑 橘色的臭兵可能要死的有點多 這邊槍兵明顯數量不夠 第一時間迎戰槍兵 但槍兵還是戳掉了一隻肉碼 後方這個洞依舊沒有補起來 隊友在這裡改了一個城堡 VIPER的隊友是波蘭人 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波蘭人他的打法相當多變 想打步兵 騎兵 攻兵都OK 而且有大衝車 火炮 缺點就是沒有火槍 轉兵或是需要一些應對死 會比較缺乏應變能力 這是波蘭的一個小小缺點 平常庫曼這裡遇到對方 喬治亞的 這是喬治亞嗎 不是 斯阿芬的大根城堡 現在有點壓力了 這邊庫曼的內加是只有木牆的 雖然木牆是3333滴血喔 但是也是沒有辦法太持久了 有大石牆的文明喔 還是比較安心的 這邊又再一波打鬥 看一下白魄會怎麼打 保加利亞果然插起了銀壘 畢竟保加利亞人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一定要多用自己的銀壘優勢喔 去壓制敵人的資源點 還有這個城鎮中心喔 會更適合一些 瑪莉上城堡賽 打的是工兵單位 瑪莉是一個擁有強弩的文明喔 但是沒有三級色喔 非常尷尬的文明 明明有補智環也有強弩 但是就是沒有三級色 這邊一隻工兵有點麻煩喔 要怎麼解決呢 這隻工兵 最高 被捨掉 這些輕騎兵的血量有點殘 要不要補個修道院補血呢 VIPER這邊是決定直接補3TCKANO 然後突然交給內加的波蘭 開始馬爆 這邊波蘭應該是點下了貴族特權 每一隻騎士只要30塊黃金 這也是波蘭在黑森林表現中喔 他在城中27分的時候 出騎士壓力是非常大的 因為這個時候大家都還在農喔 不然就是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這邊看到藍色已經點帝王時代 這時候出騎士去壓制對手 對手基本上是毫無招架之力的 第一出再轉成重裝騎士 波蘭的殺傷力也是非常強大 那這一波波蘭應該是可以手撕掉幾個城鎮中心 是沒有問題的 二房已經有了 那這邊需要的東西就是爆出更多的騎士 這裡的馬舅數量非常可怕 我們來算一下 1 2 3 4 5 6 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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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馬舅 10馬舅爆騎士 完了完了完了 波蘭的騎士 就是將遠遠不絕的開始驗了進來 即使被招搶 就好像是草原騎兵被招搶一樣 而且甚至這個造價比草原騎兵還便宜啊 好 丟了進來 沒關係 給你招 反正我被招 我不心疼 好 又招到了一隻 現在瑪莉這裡防守來到了極限 兩隻聖女很努力的想要抵抗 但是應該是抵抗不久 就要夠了種輪陷了 左邊這裡一直有洞喔 所以波蘭還是可以鑽洞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無山櫃 這不算山櫃 還有一隻騎士在這邊幫忙開城門 城門暫時放不下來 還是一直門戶大開 瑪莉人這邊能不能趕快把下面的防護區給圍住呢 後方的波蘭人 BIPER已經衝到後方去打後面的藍色 藍色這邊是普恩帝人 速成遊俠 這邊也要趕快補嘛 這裡馬就補了非常多個 想要第一時間去應戰 這裡魚池爆爆了很多阿 57艘漁船阿 哇 這個魚池爆爆得很好阿 魚肉都是放好放滿 吃到帝王的波蘭帝人 這邊要趕快出兵了 30分鐘出關也是相當的快喔 但是外加的瑪莉人已經快要沒有呼吸 這裡波蘭人繼續進攻 應該可以繼續把這個節奏擴大下去 而且VIPER這邊已經轉出了5TC無情開農 6TC的話就是六親不認開農 5TC跟六親 6TC的差別大概是在這裡 能多農就多農 中間的庫曼人 是遇到了斯拉夫 庫曼打斯拉夫 那庫曼會很難受 因為庫曼人這邊的駱駝 是不能升級重裝駱駝 庫曼人雖然也有疾兵 但他疾兵的防護力也不高 所以整體打起來 庫曼人要打貴族鐵席跟槍兵 還是要轉青茶會比較好打一點 直接轉馬功路線 好這邊補了一個新的城門 VIPER這邊防守太快了吧 但這裡武山櫃幫忙開城門 這個城門白開了 尷尬尷尬 可換對方博恩帝人開了門 進來反殺一下波蘭的騎士 兩邊騎士大戰 互貼了上來後面有更多波蘭騎士 趕往前線戰場 但是VIPER的村民現在一次都被收光了 但是博恩帝這邊的騎士雖然也開始慢慢下降 遊俠這時候才剛升級上去 加速只是多波蘭的 兩點傷害而已 哎呀 這一波打下去波蘭好像會賺 後方的博恩帝人 不是博恩帝人 這個喬治亞人幫忙出了一些槍兵過來 哎呀這個急兵過來之後 戳騎士效果非常的好啊 這邊繼續往前想要把右邊的騎士給解決掉 這樣就不能繼續支援過來 但是博恩帝人這邊死都不把車門給放掉 這裡繼續補了更多的騎士往前 速成遊俠 可是很可怕的 這個是速成重裝騎士 地出重裝騎士 爆量那種 這裡是爆大量的 遊俠 160有俠 下面這邊打得非常水生活了 招架快來幫忙 斯拉夫人一個人要單幹兩家 也是不太容易 庫曼人 還有加上後面的緬甸人 唉唷 緬甸人這邊是打步兵啊 那緬甸的步兵的特性是每剩一個十代 攻擊力都會加一點 這個趙雲疾兵也是在說緬甸人 那他的常見兵伸上去攻擊力 我記得可以破到21點傷害 非常痛 好 左邊的騎兵大戰還在開戰 這裡博恩獵人的遊俠已經升級上去 攻擊力來到了14加2 3級馬鎧 3級攻還沒有升 這邊先升3級馬鎧 正確的選擇 這邊這裡有城堡 還有銀淚 增點防護力提升 存活力還是不錯的 右邊寶詐利亞人 補下了一些軍銀 這裡是要補槍兵嗎 是要補劍兵呢 寶詐利亞人這邊是選擇了 重雙長槍兵 這邊如果先出雙手劍兵的話 可以稍微能扛 但這邊升槍兵的話 需要一點時間 好 這邊有在開路的動作 左邊這裡已經開打起來了 紫色喬治亞直接來個多線 下方幫忙出槍兵 上面直接出頭側開閘 蓋了一根城堡 哇 這裡城堡好像快要蓋不起來 煙電這邊斬出的劍兵是4加5 槍兵很痛 攻擊力很高的 好 這邊暫時守住了 這裡大量雙手劍兵 12加5 傷害 右邊直接圍了個大石槍 庫曼的青茶 加上鱷駝重裝騎士 OK 使用自爆兵破門而入 這裡趕快繼續圍 好 暫時沒問題 下方波蘭騎士還想要再繼續讀 但是波蘭的升級時間還有10% 帝王時代好一下下時間才能擋住 但是巨型頭時機已經必定城下 這根城堡要精神的能拖時間 能拖多久是多久 波蘭這邊趕快點下了帝王時代之後 動裝騎士 趕快去升級 好 那戰錘兵打遊俠是相當好用的 還有駱駝單位 可以破防 而且坦度非常夠 重裝騎士補下 三攻趕快也要補 三攻補下了 還有重裝騎士 這樣波蘭的騎兵就成型了 待會就要升步兵鎧甲 狂按這個戰錘兵來幫忙扛一下遊俠 右邊的路線 結果伯恩帝也派了一些遊俠 到右邊幫忙 感覺灰色 這裡快要扛不住 灰色這裡是阿富人 明明左邊在進攻 現在變成防守的那一方了 看來主動進攻 不太好 畢竟右邊只有他一個人 一個人進攻是相當吃力的 好 後悶這一波遊俠衝進來 這裡被破了 轉了重裝長槍兵 待會疾病也是要上 好 這裡中午升級完重裝騎士 這裡死了一波遊俠 看起來溫地人開始 有點擋太住了 好 Viper這邊直接轉出了大槍兵 槍兵轉出來之後 趕快跑貿易 貿易跑完之後 就可以轉出保加利亞騎兵 那現在 Viper呢 也可以轉成馬弓路線 馬弓或是轉重頭也ok 你要轉重頭了嗎 OK 保加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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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 看到急遺就撤退 重型頭死車 這邊要來預判一下 前方的大量槍兵 但是波蘭的騎士已經衝到了後方 炸了一發 大量槍兵直接倒下 波蘭騎士再次往前 收掉了所有的工程器 後面騎士應該是逃不了了 正面這裡要繼續攻陷 繼續來 艾伯這邊的槍兵次量非常多 一直有在補 遠遠不覺得走得出來 正面的波蘭 騎兵有點斷掉了 可能是在跑貿易的關係 騎士突然斷了一下下 這裡也是槍兵配上遊俠 這也是波蘭的重中騎士配槍兵 那戰錘兵真的是關鍵了 這邊工坊已經升完 精銳 十加四 防禦也都升滿 戰錘兵的數量將會決定 火棍地人能不能打贏 如果遊俠的數量太少 也沒有火槍的話 戰錘兵會非常戰上風喔 我們地人看到這個景象 戰錘兵出來了怎麼辦 兩個火槍吧 火槍挺舒服的 但火槍一多的話 遊俠數量就少 就能扛住正面 後面的隊友 重型投死車就很難守得住了 這邊主要還是要守重頭 這邊預判砸自己人 忽然騎士衝過來 直接斬個一波 斬掉大量的忽然的重裝騎士 這波預判非常的nice 我們再打一下 看一下右邊 右邊的狀況呢 是庫曼升到了遊俠 剛剛就已經升級好了 後方的點墊 轉出了槍兵 6加7的趙雲齒一兵 還是相當好用的 左邊開始殺戮了過來 斯拉夫人開始沒有了呼吸 瑪麗跟斯拉夫都倒的話 就變成4打2的情況了 那現在 喬治亞很尷尬 現在左右兩邊都需要自己的資源 沒有辦法專注去幫哪一方喔 而且這邊也viper的雙手劍兵 也已經完全成型了 這邊是也一步兵 防護力是1加8的近戰防護力 非常的慘 後方的重心偷司機 來了 還有viper這邊轉的是大衝車 而不是重頭 裡面藏了非常多的槍兵 斬水兵繼續往前扛 這裡斬水兵數量越來越多 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 數量越越少 開始用 戰錘兵取代了波蘭的重裝騎士 那 游侠遇到這個情況就會非常難受 怎麼辦 你 戰錘好多阿 我游侠越換會越虧阿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資源素 那邊的資源素來做 迫克的經濟也已經起來了 綁技也非常不夠 結果台重頭 先砸衝車 但是不能砸到隊友 這邊要砸得很小心喔 好死機異過的時候 就很容易誤傷 勇軍喔 好 這一波砸得不錯 好 先把衝車解決掉 好 後面的 鋪曼遊俠 欸 這裡怎麼會有鋪曼遊俠過來呢 右邊戰況已經 十拿九穩了嗎 看起來是真的穩阿 好 喬之牙出了少量的木拿斯帕 但是沒有辦法 那斯帕草量是沒有辦法 打出成盾傷害的 好 昨天再出了大師牆 但是小字牙自身難保 斯帕夫人的呼吸已經快沒有了 正在搬家當中 兩位死人 努力趕快農 但看起來是沒有復活的跡象 好 偷子車趕快砸 欸唷 沒有砸掉 重型偷子車還在原爆當中 麥克爾這邊踩剛升級上去 中頭打中頭 往往是打不贏的 好 看起來麥克爾這一波 轉重頭還是比較給力啊 衝撐 感覺是有點做效果 重頭還是比較能扛正面 好 左邊的大量照雲擊兵 緬甸人衝過來了 好 後面的庫曼人 趕快繼續往前吧 這邊不要再去針對死人了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好 但是這時候 博恩帝人受不了打出了聚聚 我們攻擊VIPER 這邊的庫曼 保詹莉亞 緬甸 還有波蘭人拿到最終有幸的比賽勝利 好 那我們恭喜這場遊戲比賽的選手 我們來看一下統計資料 統計資料呢 是由波蘭人這邊出了 急殺掉了276隻的單位 那博恩帝這邊是急殺更多 403 速成有暇做到事情還是蠻多的 那經濟方面呢 是由波蘭人拿到俗上的勝利 即使 博恩帝這邊吃了大量的魚 最終還是比不上波蘭的種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波蘭的農田到底有多少 非常多 那他有捕魚嗎 有沒有捕魚是關鍵 只靠農田的話就贏了有捕魚的玩家 真的是 有這個農田特性的文明 往往還是比有鮑魚的這個 特性還是好一點 但博恩帝這邊是捕魚 有點蠻奇怪的 畢竟博恩帝人的這個農田 是可以產生黃金的 那他不種田的話 就可以少了一個自己的特性 這有點微妙的 雖然這一場的成敗 完全不是在博恩帝人的身上 但博恩帝人 還是動田感覺比較好 鮑魚的話 優勢一般般 沒有到非常優勢的view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我們下次見